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内地取消黑马 一定会令到关口人流更加畅顺 也对香港和大湾区 向外国旅客宣传一程多站有好处 过去我自己这段时间 也有上内地 其实做过黑马 你做了第一次之后 其实又不是太久 就算外地的游客来到内地 我又不相信这个是引致 令到人因为黑马 很不想上去 反而是他上到去之后 有什么吸引力等等 这些更加是影响上社会 最近我去了曼谷 因为有个香港州在那里做 同一时间 其实旅法局和内地大湾区 几个城市 一起做一些宣传 这个也是来着我们所谓一程多站 还有我们一起去做宣传的效用 譬如今次去到曼谷 我们不只是宣传香港 整个大湾区一起宣传 所以如果这些黑马 或者将来那个令到过关的措施 可以更加便利的 对我们这些宣传工作之后 带来的成果会更加有好处 中国恒大的清盘情请聆讯 延期至到12月4号 中国恒大今早早举行清盘情请聆讯 高等法团批准压到至12月4号 文恒大到时需要提出具体的重组方案 法团说下次清盘聆讯 会是颁布清盘令前的最后一次 清盘人现阶段可以和债权人就重组继续谈判 负债大约25500亿的恒大 一旦被法院勒令清盘 将会成为香港历利最大宗的地产商清盘 事实上是赤一层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听说新闻时间 美国华盛顿州参议员威尔信 攀带首枪入境香港 被控无牌管有枪械 蒙放同意被告无需答辩 莫裁判官批准以2000元签补首行为24个月 63岁威尔信结案之后 离开西九龙裁判法院 威尔信今个月21日来香港旅行 机场海关人员检查举行李的时候 发现一支阻伦手枪 控以一项无牌管有枪械罪 吴鸿放同意被告无需答辩 提出以2000元签补首行为处理 裁判官桑文龙查问控方考虑因素 有质疑被告转机来香港的时候 先后经过两次安检 或者显示他是知情 最终同意控方提出 以2000元签补首行为24个月 涉案首枪冲供 政府原本计划 下个月推广苗家夜市 有议员关注苗家夜市的走备进度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鸿预计 可能要去到12月才可以退出 关于苗街 都想看了解有没有少少初步的方案 因为苗街我们都紧张的 都觉得是一个有潜质的地方 是重新将它包装出来的 那看一下那个时间表 或者接下来的安排 至于在苗街那边 现在仍然是旅法局和当地的反商 大家在谈 因为都牵涉很多细节的问题 我们希望在11月尾或者12月 可能都要去到12月头 或者12月中左右 才可以推到出来 最新金融行情 恒生指数中五周四系报 17349点 跌49点 总成交超过512亿 最活有港股 营赋基金跌7仙 腾讯控股升1.4 中心国际升1.05仙 小米集团升4号2 美团升2号 阿里巴巴跌1.4 若名生物升2.75 长城汽车升6.6 建设银行跌1.2 快手跌1.7 看其他主要蓝筹股表现 汇丰控股升2.5 游邦保险跌2号 中国移动跌9号 香港交易所升1.6 香港中华煤气升6仙 人民币柜台 继续港股以人民币计价 中国移动跌6号半 邓信控股升1.8 华润啤酒升5号 阿里巴巴跌1.2 小米集团升4.4 中国海洋石油跌3.2 中银香港跌1.4 商汤升2仙 中国平安跌4.5 香港交易所升1.6 恒生科技指数报3820点 升14点 互港通额度使用方面 内地投资港股的港股通额度 原额大约是398亿人民币 投资内地亿股的互股通 每亿额度原额大约是530亿人民币 至于新港股的额度使用 内地投资港股的港股通额度 原额大约是407亿人民币 投资内地A股的深股通 每日额度原额大约是502亿人民币 那地股市 上证综合指数升5点 深圳成分指数升149点 各位,我是聂淑宜 本港一手住宅潜在供应 按季增加2000伙至17000伙 火局公布截至9月底 已经落成的放尾单位 增加至大约18000伙 建筑中但未预售的单位数目 维持大约68000伙 连同已经批地 但是未动工的项目 未来3至4年 一手私人住宅的潜在供应 比上季增加2000伙 至大约17000伙 政府宣布楼市措施 减辣之后第一个周末 本港一二手楼的成交 仍然是相对疲弱 各区劈价和涉量的成交持续 政府一如市场预期 在施政报告中宣布放宽楼市辣赵 大部分人认为减辣力度不足 楼价未有反弹不止 部分业主反而扩大减幅沽货 中原和美联所陆的 在周末南产屋苑成交按照分别跌三成 同四成去到六至七宗 张冠奥南塘澳629尺中层三房海警部 一年前以1600万元放盘 今年中已经因应市况不断减价 施政报告后进一步减价去到1088万元沽出 雷平512万 六年涉444万元离场 即使额外印花税期由三年变两年 但仍然有业主宁愿蝕本 亦都要提前松绑沽货 日出康城C2Sky 1054尺四房海警户 叫价1750万元放盘 减价去到1600万元之后 24个钟即获承接 两年账面涉近380万 政府放宽二手公屋居屋 按揭贷款保证期去到50年之后 未保价第二市场供应有望急增 荃湾上翠苑438尺两房户 今年7月居二市场叫价550万元试水温 施政报告前直进一步降价 最终倚价去到462万元成交 实用面积借价大约10548元 楼价借价都创了新低 不过屯门有私人屋苑造价 继续跌穿300万 被形容为便宜过公屋和居屋 风景源309尺高层户 10月以348万元放盘 雷减50万去到298万元逆手 原业主6年涉37万离场 一手楼方面 周末一手货美成交也都回升近六成 去到大约21宗 其中将50个单位 劈价最多三成 路径地产等的黄竹坑站 港岛南岸第一期 进环星期日重启销售 单日沽出11伙 发展商套现过亿 多个全新盘即将应市 英皇国际香港仔程天首批55伙 四日内累收大约300张票 超额仍够近5倍 预计最快下个月初开售 至于加瓦国际等三间发展商 合作的启德海湾第一期 周日加推118伙 自实军价最便宜20988元 入场单位卖大约589万 代理说 施政报告的确带动二手看楼气氛 大部分屋苑榫盘被消化 加上多个一手盘 随即提速启动 随着更多一手盘低价推售 预计二手客源会被抢占 但整体交投短期 可望逐步增加 二手楼价将会止跌 甚至在贵内微胜 无线电视机就一路指起步斗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鸿说 如果入境内地取消黑马 一定会令到关口的人流更猖順 亦都对香港和大湾区向外国旅客 宣传一程多站会有好处 过去我自己这段时间都有上内地 其实做过黑马 你做了第一次之后 其实又不是太难 就算外地的游客来到入内地 我又不相信这个是引致 令到人因为黑马 很不想上去 反而是他上到去之后 有些什么的吸引力等等 这些更加是影响他 究竟上不上去 最近我去了曼谷 因为有个香港州在那里做 同一时间其实旅法局和内地大湾区几个城市 一起做一些的宣传 这个亦都是来紧我们所谓一程多站 还有我们一起去做宣传的效用 譬如今次去到曼谷 我们不是只是宣传香港 整个大湾区一起宣传 所以如果这些黑马 或者将来那个令到过关的措施 可以更加便利的 对我们这些宣传工作之后 带来的成果会更加有好处 香港将会增持五间博物馆 令全港博物馆的数量 长远会增至二十间 文化体育及理由局局长杨润雄说 将会审视各个博物馆的分工 文化博物馆在沙田 很多人都去过 听到有些人说 它的定位不是很清楚 因为里面有些历史 有些流行文化 有些高压文化 有些可能是视觉异迅等等的东西 我们现在譬如历史博物馆又在做 艺术馆又在做 会不会中间是 有些定位可以定得好些呢 所以我们整体现在去考虑 今年我们都会做一个重整 看看所有博物馆 其实我们的分布 或者我们里面的内容应该是怎样 一连四日的香港美酒佳窑巡礼结束 一共吸引了大约14万人次入场 有相互表示满意消情 在中环海滨举行的美酒佳窑巡礼 来到最后一天 一片后人头涌涌 有人扮鬼扮马 也有三五知己 把握机会享受微分时光 多个摊位都逼满人 巡礼晚上八点半结束 不少市民品酒之余 亦赶着买心头号 疫情之后真的很热闹 其实 花了两千元左右 是啊 那临近巡礼结束 不少商户都减价促销 提供优惠 希望尽量吸客 客人都很踊跃的 喝啊吃啊 我看到他们很开心 有些断货的 其实今天开始我们都要 这几天都不断补货 不断补货 我们希望大会继续搞 年年都搞 大家又开心 差不多散场的时候 我们的生意是飙升得挺紧要 可能因为大家都知道 参加原场了 所以立刻涌入来 这个都是喜出望外的 有商户总结识日销程 华比预期好 母线电视机 11 邓杰盈布图 入境处星期三开始 在官堂加开 临时人事登记办事处 为市民换领身份证 临时办事处位于 宏理金融中心 星期三开始 逢星期一至六 朝八晚十开放 为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 年每11或18岁次证人 以及持非永久居民身份证 已核实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士换证 明晚凌晨凌时开始开放网上预约 临时办事处每个星期 最多可以处理大约6600宗的申请 连同现有的六间人事登记办事处 入境处每个星期处理身份证的申请量 提升大约四成 最多可以处理大约25000宗的申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何立峰 在北京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 今次是内地官方第一次证实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已经接替前副总理刘鹤 出任中央财办主任 何立峰向博纳表示 中方愿意陈住 明年中法建交六十周年作为契机 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推动中法经贸的务实合作 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博纳秀表示 法方愿意和中方加强经贸 财金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助力发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有车站一会有其他消息 回到新闻时间 今天的港股中午收市的表现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核部 17349点跌49点 总成交大约有512亿 最活跃股份的表现 刑负基金跌7千 腾讯升过4 中心国际升一元零五仙 小卫集团升四号二 美团升两号 阿里巴巴跌过4 若名生物升两个七毫半 长城汽车升六号六 建设银行跌一号二 快手跌过7 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丰控股升两号半 有邦保险跌两号 中移动跌九号 港交所升过六 中华煤气升六仙 恒生福利指数报三千百百二十点 升十四点 摊内地股市的表现 上证综合指数升五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一百四十九点 人民币中间价连升七日 官方开出的人民币中间价 报7.1781对1美元 比上个交易日升一点指 竟然超过半个月高位 亦比市场远比市场的预测强劲 现货人民币方面 在按价和离按价 早段都在七点三二的水平徘徊 另外人民银行进行 六千五百八十亿人民币的 七天期逆回购操作 扣除今天到期的逆回购 单日在市场正回笼 一千五百亿人民币 亦都是连续第二日正回笼 晨州十六号三位航天员 和晨州十七号成组 完成载轨交接 将会在明天回来地球 晨州十六号和晨州十七号的 航天员成组 昨天在中国太空站内 进行载轨交接仪式 晨十七指令长汤鸿波 从晨十六指令长景海彭手中 接过太空站的锁匙 这是中国空间站的汤鸟钥匙 在我眼里 它就是一个地方 景海彭就寄予晨十七成组 攜手将中国太空站 营运管理好 应用发展好 景海彭、朱洋柱和贵海潮 在太空站驻留五个月 完成全部既定任务之后 将会明天乘坐载人飞船返回地球 在东风载陆场载陆 目前载陆场和各系统 静物乐紧古为迎接航天员做准备 也在上个星期四抵达太空站接棒的汤鸿波 唐胜杰和江新林 就会在太空站驻留半年 会进行连串任务 包括第一次进行仓外试验性维修作业 无线电视机者陈淑仪报道